直升机在加鲁兰海域搜救飞官朱冠萌 而这一幕让家属心碎 也让外界更加疑虑 因为初步判定F-51发动机故障 才造成飞官殉职 军机老旧问题又再度不上台面 我们购买国防 购买这些训练 或者是实质的这些防卫性的武器 就是挑衅 这些人的声音不用听 不去想说怎么样让台海更和平 然后那我们的这些空军 比如说空军就像他这样频繁的演练 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已经都是攻击的东西了 那把我们的国军弟兄们 那送上这样的设备 实在是令人愤怒 虽然国防部曾经F-51军机 目前全世界仍有26国正常使用当中 甚至曾驾驶同行战机的退辅会主委冯世宽表示 假如我还能飞 我还愿意去飞 但是到底国军军机有没有老旧问题 又或者延寿维修做的真的 确实吗 那也的确有很多国家还在用F-5战机 但是使用F-5战机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他们都做了一种叫做中售性能提升 也就把飞机呢 不但对结构做彻底翻修之外 也把飞机的雷达航电 还有武装的这个性能都提升了 那因为我们没有要计划这样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 现在应该要加速来量产 要有超前部署 要不要有个过度的机种 向美国来租借 就像以前T38一样 租借新的飞机 国军飞案意外真的不少 205年9月AT-3教练机坠机 2017年换向2000失联 2018年F-16坠毁 而今年初黑鹰直升机坠毁 7月份还有OH-58D 战搜直升机也坠毁 再加上这次F-51战机 在台东近海坠海 短短5年内就有6起坠机事件 新武器取得不容易 台湾在坚持国机国造的状况下 对现有的战机武器 更应该有严谨的全盘规划 欢迎新闻林继祥杨 至于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